北韓對美國總統川普提出的嚴重警告不肖一顧 川普星期二說 如果北韓繼續威脅美國 就會對北韓採取軍事行動 川普誓言要有前所未見的烈焰和怒火打擊北韓 川普這番強勢言論令國內外的支持者和批評者都感到震驚 然而北韓戰略火箭軍司令員金樂兼將軍 在星期四對朝中寫話 與川普無法進行理智對話 金樂兼稱川普是一個喪失理智的人 只有絕對無力才能對他起作用 金樂兼對朝中寫話 軍方領導人將會在8月中旬之前 已定一項計劃 向美國的西太平洋屬地關島發射4枚火星 12型中程導彈 關島上有龐大的美國空軍和海軍設施 這些導彈飛越日本之後 將會在距離關島海岸30到40公里的地方落入水中 朝中寫話這項計劃的細節異常具體 報道引述金樂兼將軍的話說 議定後的計劃將會呈交給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等候他的命令 金樂兼將軍的宣示是平壤和華盛頓 之間純槍涉戰的最新體現 聯合國安理會上星期一致通過 對北韓實施新的更加嚴厲的制裁 新制裁的措施是將平壤的出口和勞工輸出 所得減少10億美元 上當於北韓目前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藉此來迫使北韓終止發展核武器 星期三較早時候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說 如果北韓發動戰爭 就會有被消滅的危險